大家知道嗎 我們這個國歌歌寫得很簡單對不對 不過這算起來算很大的題目 我們知道這支國旗是什麼國的國旗嗎 這是大清帝國的國旗 大清帝國和武色旗 這是中華民國的國旗 和滿門回葬 武色旗 大清帝國在1889年的時候 他不是那時候創大清帝國 他才有這支國旗 因為他那時候留學生去美國留學的時候 這法國說我們全世界 全國都有國旗 只有大清帝國沒有國旗 所以這奏請皇上 用這一支當國旗 在1889年的時候 用到1912年 都用這幾年而已 就去武色旗把它取代起來 武色旗就是中華民國的國旗 為什麼現在中華民國流亡政府變這支旗呢 因為在1946年的時候 他才訂這支旗做流亡政府的國旗 為什麼要用這支呢 因為這支旗是海軍旗 海軍的軍旗都用這支 這支海軍軍旗 全世界所有的國家在戰爭 都由海軍先開始 都由海軍最大的力量 在1949年 已經去給這支國旗取代起來 繼承起來 這是他的夢白 1912年到1949年 在中華民國 在1953月13日 父子演說當中 要怎麼說 我們的中華民國到去年1949年 終究隨大陸的人獻已經滅亡了 我們今天都已成了王國之民了 而還不自覺 這就是這支的海軍旗 海軍旗 海軍旗 這黨彩 这不是国徽 要记得 你们在唱的国歌 说这条 其实他的国歌是 中华民国的国歌是这条 三民主义无党所终 这是党歌 所以他早就已经灭亡了 在1946年 那时候就灭亡 灭亡流亡到台湾来以后 就只能用党歌 他骗我们说国歌 这个习近平在今年6月5号 在演说的时候 他就上面就写了满文 有没有 所以他们现在还是满洲人 在统治中国 你不要以为共产党就不是满洲人 连流亡政府这些高官 也大部分都是满洲人 像那个金普通 有没有 现在讲的国语有没有 所谓的国语 国语就是满洲话 也就是张太元所说的叫金达鲁语 对不对 所以他们很清楚 他们是满洲人 所以讲的是满洲话 他们说的普通话 对不对 法律是要懂才有用 你如果不懂法律 这个法律不会保护你 法律不讲感情的 如果讲感情 这条法律就没有用 所以法律不讲感情 你要懂得法律 法律才会保护你 大清帝国的人 他懂万国公法 什么叫万国公法 就是所有的国家都要守的法律 叫万国公法 清国人他守万国公法 因为他懂 所以大清帝国没有灭亡 守万国公法的国家不会灭国 所以大清帝国他没有灭国 他只是被继承了 他被中华民国继承了 然后中华民国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了 这是一脉相传继承 但是呢 他们所谓的汉人 何乐人 客家人 庚当人 这些 都已经被继承了 因为这些都没有继承了 这些汉人的国家 去让万州人被继承了 庚当人的国家 也是去让万州人被继承了 何乐人 和客家人 和庚当人 这些以前是去让汉人到别国去 汉人 这又去让万州人到别国去 对不对 这个就是丁伟良 丁伟良是一个美国的传教士 他在1864年的时候 就替大清帝国的皇帝 翻译万国公法 翻译了万国公法以后 大清帝国他就懂万国公法 所以他们也利用这部万国公法 在秘鲁派那个大使来跟清帝国 天和约的时候 李鸿章就搬出万国公法 他说你们秘鲁拐迈虐待之那人 是我们清帝国的百姓所痛恨 也是万国公法所不许的 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懂万国公法 这就是那时候秘鲁拐清帝国人 去这个鸟岛去当奴隶 在那边当奴隶是要干什么 要挖鸟粪 因为鸟粪是很肥的 这个就是鸟岛 风景也很漂亮 这边留下了很多契耶华公的血汗类 鸟岛大概在赤道上面 天气酷热潮湿每个人每天 一定要挖四到五顿的鸟粪 每天夜里几乎都有两三个人自杀 为什么太辛苦太热 鸟粪很臭 还有许多人在岛上投海自杀 相约几百个人 所以那时候去挖鸟粪的有四千个 大部分都死在那边了 因为实在是太痛苦了 被虐待 那叫奴隶 奴隶的生活就是这样 其实做奴隶 施那人很早就开始了 他们很早就开始做奴隶了 在一千多年前的宋代 就有香山人沿着海上的丝绸之路 上面那个洋船有没有 去外国谋生 这就是去当奴隶了 清国跟光绪的年间 这个香山县制里面有说 宋朝跟元朝中间那一场战争 杀的非常惨烈 那个叫埃门山之战 你们上网猜一下这个也知道 乡山的乡民为了躲避战乱 大量逃亡海外 明末清初的时候 朝廷还直施海境 规定沿海的居民 不得疏自出海 骗凡寸然不许下海 有没有 这个就是规定沿海的居民不准抓鱼 你说你住在海边你不抓鱼 你要靠什么生活 所以大家都逃亡海外 这就是那一本万国公法 万国公法一翻出来以后 就成为国际法 守国际法就不会灭国 因为国际法规定 占领不可以遗传主权 根据1933年12月26号19个国家 在南美洲乌拉圭 签一个蒙特维多公约 这个公约规定 国家 什么是国家 国家 包含两个 就是包含权力跟义务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 必须要有这两个东西 就跟一个人一样 你这个人 也是包含有权力跟义务 你作为一个自然人 你要享受权力 你要先进义务 就是这个道理 你的公司 或是你的家 你的企业 也一样要包含这四个东西 是什么东西呢 你的家 一定要有人 才会成为家 你如果没有人 就不成为家 你的公司 如果没有人 那也不成为公司 那叫空投公司 你的企业也是要公司 但是你不能说你的公司 几个人你不知道 你公司如果几个人都不知道 那你这家公司一定是违法的 连你自己公司 几个人都不知道 你的家也是 你的家 你问小朋友 你们家有几个人 每个小朋友都知道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哥哥姐姐 他都算得出来 那才叫做家 不能像有的国家说他12亿人 或是14亿人他搞不清楚 那不叫国家 那不叫国家 那是不合法的 第二个条件 国家 要成为国家一定要有领土 就跟你家一样 你一定要有住的地方 不管是你住在哪里 你要有住的地方 一个国家也要有领土 你的公司也是公司要有营业的地方 你不能说你公司没有营业的地方 没有营业的所在 你又是一家空投公司 第三点 一个国家一定要有政府 你的家也是 你的家要有人管账 你不能你的家没有人管账 那你的家成什么家 所以要成为家 也要一样的四个条件 要有人管账 要有人赚钱 但是你不能这个政府 不能管你的家人说 不能从这个房间搬到那个房间 不能从客厅搬到厨房 不能从厨房搬到厕所 这不是政府的责任 政府不可以管你的人民 从广东搬到广西 从北京搬到天津 不可以这样 你阻止人民自由迁徙 你这个就不是合法的国家 所以政府政府的目的是要收取税金 收取税金以后要公平分配利益 不是说收了税金以后 通通发给大官 一般平民分不到税 那就不是合法的政府 一个政府要合法 一定要公平分配税金 你的家也是一样 你不能说你的大儿子分十万 你的二儿子分 没有分到钱 那你的家就会有问题 就会闹得不可开交 说要公平 第四个条件 要成为国家 一定要有外交关系 要跟人家承认你 你的家也是 如果你的家都没有人成立 你的家是家 你的家变神菌病院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要跟你的隔壁邻居 或是市场商店 要有交往 这样才可以成为一个家 成为一个人也是 你一定要跟你的朋友 你的隔壁 互相相交往 不然你自己一个没得生存 所以一定要跟人交往 可以成为一个人 一个家 一个国 一间公司 您一样要做 对比 这样还是觉得 好 所以一个国家 跟一个公司 一个人 一个家庭 道理都相同 你必须知道你的人名是多少人 你才能够规划你要盖几间学校 是不是这样 你才能知道你要盖几间医院 而且你便当 你今天出去便当要买几个 你才知道 你不能说今天晚餐 下班了以后 家里有两个人等我吃饭 好了我买便当回去买20个 以后的20天我就不买了 不能这样 一定要知道你家多的人 你买两个回去就好 不可以说买20个 10个10个月放冰箱 看看吃 这样不对 冰箱是要保存食物而已 不是要冷凍食物 所以一定要知道你家多的人 我们要了解 国家可以定条约 条约国家才可以定条约 但是契约就是个人定的契约 合同契约都是个人 但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定合同 定契约的 是要成年人 要合法的人 不能叫一个18岁以下的儿童 定的契约 无效 你要了解这一点 国家也是 一个国家才有权力跟人家定条约 条约一定下去 你就要遵守 你如果不守条约 条约签下去不守条约 可没有罚则 没有说你不守条约 我要关你两年 关你三年 罚你400万 条约不守的话 没办法 只有打仗一途 条约你不守 最后就是打仗 为什么 你不守条约 不像我跟你定的合同 一般人定合同 我不守合同 不守契约 我告到法院去 法院来仲裁 联合国一个仲裁机构 有没有 也是在仲裁这个 但是条约 联合国没办法仲裁 你们要打仗解决 作为一个国家 才有宣战的条件 你不能一般人民 对人家宣战 人民虽然可以反对战争 但是并没有拒绝战争的权利 你可以反对战争 但是如果你的总统对美国宣战以后 你就站在这边对美国宣战 这就是效忠的问题 相反 你可以赞成战争 但是你不能发动战争 如果你可以发动战争 那不得了 全世界我明天对你发动战争 你明天对我发动战争 那整天都在战争 所以人民不可以发动战争 你如果发动战争 就变成恐怖组织 要怎么样确定你家有多少人 你这个国家有多少人 要从身份证开始 才知道你这个国家有多少人 你如果用算的 算到两亿的时候 婴儿都已经出生好几个了 所以不能用算的 要用发身份证为准 发了这张身份证 才是你这里的国民 你的国民超过几岁以后 有公民的身份的时候 要变成什么 要变成发公民身份证 公民才有资格选举 国民是没有资格选举的 对不对 中华民国的宪华里面 规定 国民超过二十岁以后 就是公民 没有这一条 公民要发公民证给你 才有公民资格 不是说 每一个人超过二十都是公民 不是这样 要发给你公民证以后 才是公民 他也发过公民证 只是他们那时候 我们还太小不知道 那一张公民证就是在确定你的国民 国籍 你是哪一国人 从那一张身份证上面看得出来 国籍的问题你要改变也很简单 我要变成美国人也很简单 第一个要我自愿 对不对 我如果没有自愿 那不可能变成美国人 一定要我自愿 第二个要我有那个意愿 我才能变成美国人 最后一个就是要合法 不能说因为我自愿 我意愿没有合法 那我也变不成美国人 一定要第三个条件要合法 要合什么法 要合美国的法律 美国的法律怎么规定 美国的法律规定也比较简单 他说你只要在我美国的领土 或是美国的交通工具 美国的飞机船舶上面生的人 都是我美国人 这一点美国规定很简单 就是在我美国的领土范围 生的都是美国人 但是中国可不一样 你美国人跟美国人 在中国生的小孩 不会变成中国人 因为法律的规定不同 这个不合法 因为中国人的法律规定 怎么样规定 只有中国人跟中国人生的 才会变中国人 这就是属人主义的 美国规定的是属地主义的 他是只要在我美国的土地 生的都是美国人 所以我们这边的高官 中国的高官很聪明 他们快生的 就赶快飞到美国去生 生一个美国小孩出来 然后他就变成美国人的阿爸阿嬷 对不对 然后呢 他又没有从美国飞出来 他坐车到加拿大 然后从加拿大飞回来 他就这样 他没有出国 他人还在美国 很奇怪 为了当美国人不要这么累 为了当美国人很简单 你就自愿意愿合法就好了 对不对 你合法的法律就好了 其实更简单的方法 你只要申请台湾身份证 就可以当美国了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变成中国人吗 因为这一张命令 这一张行政命令 上面写 他很清楚 很清楚的告诉你 他恢复为我国国籍 可是他没有跟你讲 我国是哪一国 可是你们自动都变成中国人了 他在规避战争法 他说恢复为我国国籍 他可没有说恢复我国哪一国 只是你们就自动变成中国了 他以后在战争法追溯的时候 他会这样讲 他会说我没有强迫他们恢复中国人的国籍 我是强迫他们恢复为我国国籍而已 插在这里 所以中华民国这些官他很厉害 他都懂得规避这个法律责任 这个是长官公署 行政长官公署 根据这一条命令 也就是捷参1297号这一条命令 恢复为我国国籍 要改变一个人的国籍不能够集体的 你们这里所有人通通变成美国人 不可以这样 要符合你志愿意愿还有合法 不可以说明天你们开始通通变成美国人 不可以这样 那一张有那一张命令以后 他就发这一张身份证给你们 他就帮你们恢复为中华民国的国籍 你们都不知道 恢复这个国民国籍 只是国民而已 国民不可以参加选举的 公民才有资格 公民美国一样 美国你要选总统你要选议员 要公民 你要有ID卡才可以选 你有绿卡不可以选 这一张就跟绿卡一样 只是居民而已 这上面 你们老实说你们是台湾人 这上面可没有说你是台湾人 上面说的都是中国人 关于刚刚那一张命令 行政命令一发出来以后 英国的大使馆马上发出抗议信 他说这不合法 为什么 因为国籍法里面规定 要变更一个人的国籍 一定要自愿意愿还要合法 你没有征求台湾人的同意 你就把它恢复为国籍 这不对的 所以他英国大使馆抗议书 马上就出来了 美国大使之向外交部致意 关于台湾人国籍事 自奉本国外交部对此之讯令如此 台湾人台湾人民 虽以为中国政府统治 英国政府欠然同意 台湾人以恢复中国国籍 这就是英国抗议书 抗议什么 你违反国籍法 这个国籍法 上面也有规定 规定什么是烂民 在1951年6月20号生效 世界烂民日那一天 这个烂民的地位跟公约 什么叫做烂民 他上面有规定很清楚 一个国家的国民 不管什么原因 离开自己的国土 回不去都叫做烂民 不管什么原因 你就算在机场 去钓在机场 就是烂民 他这个公约上有规定 禁止任意除去任何人的国籍 而且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的进入他的国籍国当中 所以你这个国家如果限制你的国民 不准出国去旅游 那就变成不合法 你干涉你的人民 自由进出你的国籍 这就是中国人的思想 中国人的思想 比较简单 从他的字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文化从字面上 因为他是象形文字 象形文字 从上面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文化 他的文化 说国 就是有土地 有人民 有主权的团体 就叫做国 他要当国家也很简单 他说只要在城里面把人杀了灭口以后 就可以当国家了 对不对 是不是 围墙里面把人头杀了灭口 就可以当国家了 所以中国人他们的观念比较简单 就是这样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就是 只要天底下都是中国人的土地 天下为公 世界大同 问题就出在这里 谁要跟你说 你家要跟人家公吗 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 愿意跟人家公的 我的家也不愿意跟人家公 只有中国人的家愿意跟人家公吗 不可能 世界大同 这那人从几千年前就开始做奴隶了 要叫人家跟他做奴隶吗 全世界没有人那么笨的 要跟他一起去做奴隶 是不是这样 你要叫大家跟你同 不可能 全世界的人都认为 你在当奴隶就好 我们不愿意当奴隶 所以欧洲人非常担心 在担心什么 担心这个中国人 咄咄逼人 世界是大家的 就是天下为公 世界大家的 不可能世界是大家的 这对中国人 中国的地图上面标的很清楚 对不对 别说地图了 现实也是这样 他的长城是盖在这里 对不对 所有万里长 盖得又漂亮 又雄伟又壮观 从他祖先好几千年以前就开始盖了 对不对 然后他跟你讲说 这边是他的也是他的领土 你家的围墙外面是你的领土吗 你的围墙不可能是盖在人家土地上 对不对 你的围墙盖在这里 你说这里是你的领土 你跟鬼说 这么清楚的道理他不知道 全世界所有的领袖到中国去参观的时候 他都带他去参观长城 我们长城啊 从好几千年前 好几千年前的祖先就开始盖 盖得多雄伟啊 外面都是我的土地 这不是很矛盾吗 这条歌教你们唱了好几十年了 也很好听 对不对 万里长城 万里长城 长城外面是故乡 高粱飞大豆香 遍地黄金少在羊 长城的外面是故乡 你跟我说你是汉人 长城外面会有汉人吗 长城的外面都是蒙古人 你的故乡在外面 那你会说你是汉人 很奇怪 骗你们几十年了 你们也以为真的是汉人 你们也以为说你们是龙的传人 欧巴马去看长城 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民主 盖这么大的墙 竟然说墙外面是你的领土 这是大清帝国他那时候 所打下来的领土 非常的大 但是大清帝国不代表中国 这些啊 中国啊 把它画给苏尔 这红的部分 把它画给苏尔 这些啊 是跟人家有纠纷的土地 跟印度有领土纠纷 跟布丹有领土纠纷 跟越南有领土纠纷 跟苏尔都有领土纠纷 你家如果围墙都跟人家在争 你家会安宁吗 一个国家四周围的领土 通通通跟隔壁邻居有领土纠纷 那你说你这个家会有问题吗 很奇怪的一个家 长久以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坚持台湾是支那的一部分 外交部要求加拿大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加拿大提出五点缓驳 很简单 说的中国人 五百口莫辩 第一点他说 台湾又不是我加拿大的领土 如果是我加拿大领土 我才有资格跟他说 他是不是谁的领土 对不对 如果是北极圈的小岛 跟你中国有争议 那我才有资格说 这个小岛是不是我加拿大的 是不是你中国的 台湾根本就跟我没有关系 我哪有资格去跟他讲 对不对 所以依国际法 我没有全力承认他的归属 这是从罗马法以来就所有钱的华礼 所以国际法从罗马法就来了 你们不要以为没有国际法 国际法常常在讲说 拳头大的人才有国际法 谁拳头最大 中国老师说他拳头很大 可是都是嘴巴大 对不对 加拿大第二点说 没有权力承认 因为没有任何国际法的理论 使加拿大有权力承认 或有义务权认 与他无任何关系的台湾的主权归属 吉娜要求加拿大这样做毫无道理 所以要承认一个地方谁属 要权力跟义务 这点要搞清楚 第三点他说 就算我承认了也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我的船我的飞机 如果要开到台湾 一样要到台湾当局申请签证 哪里北京的签证根本就没有用 所以我间接承认对台湾实质的统治 就是台湾当局 不可能北京当局 第四点他回答的更妙 他说一条约必须履行 条约一定要履行 对不对 不履行那干嘛定条约 定条约就是要履行 如果我加拿大 在国际条约中承认支那 拥有台湾 那条约必须履行 对不对 我变成要把派兵 把台湾攻下来 然后交给你支那 对 因为我跟你签条约 就承认台湾是你的 那你可以来如我说 我帮你打下台湾来交给我 对不对 那不是很荒谬吗 第五点他说 如果台湾是你的 你绝对不会一天到晚 喊台湾是你的 就跟海南岛一样 海南岛是你支那永远 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对不对 你绝不会一天到晚 喊海南岛是你的 对不对 就是因为他不是你的 他一天到晚在喊你的 就算你到处去要求他国成论 实际上也没有国际法的效果 如果台湾跟你有纷争 你应该去找跟那个有纷争的国家 去讨论才对 你找我加拿大没有用 说的中国人百口莫辩 其实当国家 你的政府一定要有效 有效的政府就是第三个条件 不能像台湾民政府一样 台湾民政府现在收不到税 所以还没有下 但是如果等台湾民政府开始收税了 那就有效了 就是要有效的政府 收了税金以后 通通把它分给秘书长 那就不是合法的 一定要公平分配 公平分配资源跟福利 每一个国家他都有很多资源 像阿拉伯 有没有 杜拜 科威特 他们很棒 沙底下都有石油 一挖出来的石油 通过国王拿去了吗 不是 国王一定要把这个利益 公平分配给他的人民 所以科威特 杜拜 阿拉伯 他们的人民 读到大学都不用学费 甚至国家还可以发薪水给你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他资源公平分配 资源也要合理的利用 你不能像中国把那个稀土 当成垃圾在卖 要合理的利用 也不能随便乱挖 把那个环境都破坏掉了 那就不是合法的 第四点呢 外交能力就是这样 要有跟他国外交的能力 在什么地方外交 在联合国外交 外交承认的多寡 是国家是否独立的重要标准 有时候拥有主权 拥有领土的正式实体 也不亦获得国际上的承认 常常要用金钱跟利益做交换 有没有 就是跟这个不是国家的国家 有没有 要拿钱去跟人家买外交 叫金援外交 有没有 所以中国人很会骗你 对不对 这条歌就是经典 这叫龙的传人 侯德剑做的歌很好听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 他的名字只有叫中国 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 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巨龙叫地下我成长 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 黑眼睛黑头花黄皮糊 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 歌很好听对不对 但是这是在骗你们的 为什么 中国古时候不叫中国 对不对 你是龙的传人 以前皇帝的儿子儿孙 才可以叫龙的传人 叫龙子龙孙 一般老百姓你说的是 你是龙的传人 很简单 抓去砍头 你还会有龙的传人 黑眼睛黑头发就是龙的传人 那越南人也是 对不对 阿拉伯人也是 为什么他们不叫龙的传人 其实他们是猪的传人 他不好意思讲 他只好讲龙的传人 你知道 因为猪比较难听 猪都给人家吃的 为什么 我拿证据给你们看 你们会以为说 不可能是猪的传人 我当龙的传人 当那么久了 怎么会是猪的传人 我不相信 这是挖出来的以前的 和姆渡遗址 挖出来的图腾 都是猪的图腾 中国字 对不对 很简单 看字就可以了解文化 对不对 房子里面通通是猪 你跟我说你是龙的传人 字谈一翻出来 家的解释就是亲人 共同生活的地方 你的亲人通通是猪 你跟我说你是龙的传人 是不是很讽刺 你知道中国的难民到台湾来 变成全世界最幸福的难民 因为台湾的蒋介石帮他们盖了眷村 全世界最豪华的眷村 他们叫竹篱巴 你知道为什么叫眷村吗 全世界所有的动物围起来养的都叫做眷吗 不是没有牛眷 没有鸭眷 也没有鸡眷 只有猪眷 对不对 所以叫眷村 是不是很清楚 你们一直争说你们是龙的传人 实在是很奇怪 对不对 这个眷村 租屋眷才叫做眷 对不对 台湾曾经有过886个眷村 有十万八千个眷户 大概有一百二十万的人口 所以历史是要做什么用 写历史的目的 不是说来看看我们以前祖先做什么事 怀念 不是 历史的目的是要建网开来 要建朝日王才能够开创未来 对不对 你的历史如果都是假的 那你会有未来吗 你如果历史通通学假的 你就没有办法开创未来 所以中国是注定要灭亡的 因为他的历史都是假的 全世界都知道 支那是不诚实的民族 他们不诚实 不卫生不守实 这不用解释 因为 支那人 撤谎器对他们是无效的 你不要以为撤谎器很有用 支那人讲谎话是不会脸红的 全世界这个民族最厉害 撤谎器是无效的 他们老师跟你们教你们 你只要有恒心 铁橱可以磨成绣发针 这个练过 练过那个机工的机械的 或是铁金的都知道 铁不可能磨成针 铁磨成针就太软了 做不成针 一定要钢 钢才可以磨成针 就跟菜刀一样 菜刀你用铁 做不了菜刀 一定要用钢才可以做菜刀 你不要以为铁跟真的可以磨成绣发针 不要太天真了 为什么 因为中国人不会练钢 他们不会练钢 所以他们的针跟宝刀都是进口 他们以前讲一句话最经典 他说好难不当兵好铁不打钉 对不对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打仗从来没有赢过的原因 好难不当兵那你怎么打仗 都是一些烂咖在当兵当然打输仗 是不是这样 你的宝刀宝剑都是进口的那你怎么打仗 你不会练钢 所以啊 这些人从来没有打胜过仗 对吧 我们报到他看那么多年有没有 苏雅文跟判刀宝剑人 苏雅文将来不判刀宝剑人 都在走而已 因为怎么 因为 苏雅文的宝刀宝剑都逼 宝刀宝剑都要进口 对吧 宝剑人 他们自己就会练钢 所以一打仗马上就会见分晓 中国人好铁不打钉 好难不当兵 所以他的兵都是烂难 打起仗来一定输的 他们会养蚕 中国人很会养蚕 为什么 因为他们懂的蚕的原理 就跟他们懂人的性一样 他会养人 叫做牧民 跟牧羊一样 羊起来当什么 当奴隶 这就是奴隶的嘴脸 有没有 这就是好难不当兵的 好难不当兵 就会变这样 对不对 这样怎么打仗 这三颗颗颗走很快 一日千里 一日千里 他如果跟我们拔帘帘都说 英烈千秋都这样 都英灵挺白 这些都好难 日本人们在Go 尽门是这样子 日本的当初来台湾 里头居 starom by 没中一千 万手 结果40万人去报名 这选一千的喔 比律师更迫 这样选 要再这样 要有平衡 肌肉要有 要有三角肌的 这样不是贱的贏 贱这款人才贱的贏 对不对 日本在1942年第一次召考高砂组挺身报国队 要一千个而已喔 有40万的高砂组去报名 为什么 待遇很好 当了兵 当一年兵 你一世人就吃不到 所以喔 这么多人去报名 结果我们高砂组去做兵了 有没有 同样这支高砂刀也扎掉 喔 因为这支高砂组去很好用 比武术刀更好用 我们台湾也会很严格 所以喔 台湾有这个报道 没想到中国啊 中国因为好铁不打钉的喔 没有保刀啦 所以不要在建议 你感觉听到中国人 哪一仗打胜仗 所以喔 这是最强悍的丛林战士喔 他们叫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他们叫做 战神 我们台湾的高砂军喔 这是战神 这支刀喔 很出名 这支刀 益勇刀 在四万多个日秉兵当中喔 在塞班导之战喔 大概只有一千个人去投降喔 其他上万九千多个喔 通通战死了 二战结束后喔 一个英国的将领说 我们常常在要求喔 我们的士兵喔 要战斗到最后一枪一弹 一兵一组啊 只有日本人真正做到 所以日本人的战争 一定战贏的啦 日本人的打手 是因为那两个元祖堂的 对不对 如果没有那两个元祖堂 现在已经全世界上勇的 上勇的了 对不对 当然我们台湾人就是日本人的 流氓政府常跟我们教说 我们这个 八年抗战 八年抗战 美国会年纪在跟我们招 美日到美日市跟我们招招 这个 说台湾的铁路是流明船去的 我有一个朋友的朋友说 吴信 吴信说 台湾的铁路是日本人建的 明明教科书的 教流明船去的 是怎样的日本人建的 去问铁路叫完工 说到底铁路是什么人建的 那个完工 不好意思 他说是日本人建的 他说 你去查看看 看 我们的铁路是靠左边形 还是靠右边形 你就知道了 把我们评论说 好 以前红月哨棒队 我小时候 很爱看红月哨棒队 我们都说 红月哨棒队才开始打棒球 那如果去看卡隆这出电子 就知道了 人以前卡隆 穿的衣服就这样了 红月哨棒队 还在穿打球 最经典的就是这个 橫冠公路说他们农民建的 这 那时候日本时代 女中去那 毕业旅行协议上 这说的橫冠公路 农民建的 农民建的 你知道吗 我报给你看 去这牌楼 牌楼建得很漂亮 他还放他 你知道吗 说农公 日本人建的时候 他建的时候 他建的时候 这歪的衣服还在 跟我们说 橫冠公路是他们建的 那时候 美国 为美国债米粉 来给我们台湾人家 你知道吗 留房政府 还要求美国人 这米粉在上面 要印中美合作 你看有 本事吗 人债米粉来给你吃 你还要要求人 要中美合作 还要印品质优良 最佳的是 一定要标 净重22公斤 好 穿这个荔架 很高兴 你知道 我这里净重22公斤 好 这个 碧潭吊桥 你们这时候 如果去碧潭吊桥 参观的时候 现在又在 在轎头 民国25年8月进宫 民国25年8月进宫 这是交合12年 交合12年 泛蒜桥民国是26年 留房政府来怎么说 他民国25年很快 太好了 你们有感觉奇怪吗 他还可以提早一年完工 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民国25年的时候 你还在哪里 你根本就跨不到台湾海峡 你有看到去这条吊桥 真的有很厉害 这条歌也很好听 对不对 十八姑娘 一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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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歌 人的本名不是 十八姑娘 人的本名是 凡射姑娘 给你改作 十八姑娘 这是邓宇贤做的歌 有没有 人的本名是很公平的 做本是多公平 你知道吗 本 在中国人来说 所有的外国人都叫做本 尤其 门越红的 越公平 红门 有没有 做本是多公平你知道吗 所有全世界 比中国更先进的都叫做本 所以 所以 人那时候 我们台湾人 不感觉 有什么 人的意思就是在这里 有没有 当以前 唱这条歌的时候 这个 环下公平 对吧 所以环下很公平 那是跟 路买来 他跟我们教公 喔 这些 环要把你 教育成人 环更公平还是人 我看是 主更公平 真正的主在这里 这就是 中国地 中国人自古早就在做路雷 路雷 不是说青菜就可以做路雷 要做路雷 原来要有条件 要有法度人买出去 不是青菜人都要做路雷 做路雷你要先把自己买掉 才有钱 人家买准票 他跟我们骗说 当山过台湾 这样过台湾 更实在 问题就是 连安的 他也没有材料来台湾 都去南游 去美国 去澳洲做路雷 要借船 那时候 那时候中国的船也没有人在 要洋船来给你借 自己借要付准票 不是说好 你叫我给你借 我就给你借 哪有多简单 要付钱 对吧 这 把我们教说二十四孝 好 好笑 你想想看 卢顺宇湯家那时候 孝会感动天 他在礼餐的时候 有大象跟小鸟来帮忙 你这时候去看也有 你这时候去看人在礼餐 有没有 白零丝也都在旁 有 有 也会选的牛给你借船 那有这笑感动天 那这个第一笑 跟你骗说他在笑感动天 现在所有的农夫都很感动天 乳菇不带 这还是笑 你的泥水如果太多 成本 这会给你的小朋友吃 这正常的 对不对 很多人都在 阿嬷在尺寸 有没有 就是我怎么这个情形 阿嬷才有泥水 媳妇没有泥水 只好吃阿嬷的 正常的 那就变笑了 很可笑 他还感觉不满足 你知道吗 要创三十六笑 更大一点 他现在跟你说三十六笑 要给你们笑更功夫一点 他也要给你们教 空明 六战争的 对不对 三十六记 每一记 每一记都是骗人 所以中国人有骗吗 他们讲话不会脸红在这里 因为他们战争就是用骗的 每一记都是骗 没有一记 只有这一记 走为上策 走为上策也是骗 对不对 什么走为上策 溜就溜在那边走为上策 对不对 这怎么是骗 所以中国人 连打麻将都用骗的 中国人你不要跟他打麻将 中国人在打麻将 他会看看上家 看看下家 看看对家 怎么骗上家 怎么骗下家 怎么骗对家 有没有 都在骗 他们很厉害 我们以前我没有骗的时候 跟他们打麻将 奇怪 怎么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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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骗不骗 很奇怪 好他们一个摆下家 怎么骗的 原来他们都要唱步 他们在骗的时候 都骗一手 现在踹好了 再摆回去 我们不知道 我们还骗我们的摆 好 也踹得很开 不骗 做楼梨 第一点 要先摆出去 你知道吗 安家费八户 零用金两户 介绍人 介绍人 要骗你 诱惑金三户 四户 客庭 还要担 担也要钱 担在海口 到那边也要钱 运费十户 新加坡 要团聚的 除数费用 十户 都要四十户 这四十户 不是秦才人 就付回去 所以 他们有仲介 仲介我先给你出 有吗 像现在的仲介 有吗 现在越南来仲介 来台湾 就像这样 不要紧 我先给你出 然后再给你靠桌 回来 仲介会 就是靠桌 中国以前的仲介 叫什么 叫做 抵押罐 因为 他们的仲介抵押 所以叫做抵押罐 他们的仲介抵押 他们要出 抵押罐 你是要肩并肩抵押 晚上要一个抵押 一个 你看看 那台阵抵押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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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押 抵押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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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押� 一千六百幾個 就這樣去 所以他們那幾個 這幾個不是說叫來台灣的 不是說他長山過台灣的情形 你知道嗎 其實是說去美國的情形 他說六四三樓一回頭 去到美國 普通六個都四 三個才有辦法留在美國 一個才有辦法回去 這是在說 花公就是路 那是這些豬子路 路不及待你知道嗎 黑人喔 一個店還沒一千塊 這些豬子兩個才沒八百而已 還有兩百人都走 所以喔 因為他怎樣 因為很多人比較不會做工 因為好難不打丁嘛 所以喔 跟黑人不會比 人要跟你買 還要給你看看你的骨骼有用嗎 你的肌肉會貼在做工 對吧 你要做路人這麼簡單喔 不是青青菜菜就可以做路人 所以喔 很多人做地是很慣 他們喔 既民 前一句話就先問你吃百歲 對不對 美國人會問你吃百歲啦 有時候喔 我們剛從便室出門 電郵出門就說 剛出門就問你吃百歲 是啊 很難應 我們知道喔 他們豬很簡單 豬要求 只要有一口飯吃就好 只要有一口飯吃就好 所以你常問他們的時候喔 他們都說 我只要有一口飯吃就好了 其實喔 只要有一口飯吃喔 都可以來我們家做路雷 我們家缺很多路雷 你只要有一口飯吃喔 我們家缺很多路雷 你只要有一口飯吃喔 生理人喔 他們喔 做生理 什麼原因 你跟生理人做生理的時候喔 你問他吃百歲喔 他一定跟你說阿嬤 他就算准吃百歲 他也跟你說阿嬤 怎麼說 吃百歲就沒有生理 怎麼說啊 所以一定要阿嬤 哪吃 哪說生理 這樣不是生理做的大 所以生理人 你問他吃百歲 他一定跟你說阿嬤 這齁 這兩個這麼低 三這麼低 這中國的人很會餓蝶 這個農民喔 對的蝶很好喔 喔 我感覺我的蝶餓得很棒 把蝶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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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蝶 你有種准蝶蝶啊 太激 不會變成齁 不會變成齁 這手的蝶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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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會變成齁 沒有人們說死萬聖蝶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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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蝶蝶蝶�蝶蝶� 楼梯没有吃到桌子 所以他们很厉害 他们很厉害 这个人 李德什 这个人很厉害报菜名 那时候在香港 在报菜名的时候 报完 顺口里有说完 他说满汉全席 满汉全席 从那时候才开始变成满汉全席 磁吸太后时不吃到满汉全席 你知道吗 是这个人冲做出来的 现在你们看电影 常常都有满汉全席 人们吃 那是假的 在给你们骗的 现在 FB上头 我的FB上头看看这个 这个人说 去跟甘米店的老闆买问题 看着甘米店的老闆在打男孩 打他狗儿子 你怎么在打你的狗儿子 不要打他 他说不可以 不打不可以 怎样不可以 我拜几天才发现到 其实他的孙 如果拜这仙乐 他就不会发现了 他说他在拜 那时候 在在灾心里uzhen 哪里变成 sued 玄弹超能 拜几天才这么去看 变成玄弹超能 起来一定要打 其實那個孫子 如果他拜這個去 他就不會發現了 拜布袋他去的他就不知道了 拜不中去 所以中國人很簡單 很好騙對不對 台灣人也很好騙你知道嗎 怎麼好騙 他跟你騙說這個 這個 說給這個媽祖 他跟你說得很清楚喔 是像你們五歲了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中國人 中國理人 從左邊看不可以 從正邊看不可以 所以他跟你說 這個是祖母 他不是媽祖 他跟你說 他是媽祖 媽祖祖母 他不怕了 他不怕了 所以他這樣寫 他跟你說 我是祖母 叫你們拜的時候 叫你們要這樣拜 要軟腳腳 要更健身 要拜媽祖 對吧 這要是蕭媽祖 三個二三蕭媽祖 對吧 你們有看到嗎 拜你們蕭媽祖的時候 比較看到 這是媽祖還是祖母 看比較緊張的 不管媽祖跟祖母睡不著 你們祖母跟你們媽祖搞不清楚 那就是很大的問題 不管說拜你們媽祖 拜你們祖母比較實在 你們祖母這聲就拜了 你們祖母 所以要記得 有人說 拜到不知道 好騙嗎 台灣人有好騙嗎 很好騙嗎 慈禧 以前他就說 他說 千國不是中國 辯子不能去 辯子去 中國不亡 則大清王 所以 很多人都留辯子 以前我們台灣人 古代時代 都留辯子 那時候就是 全國人 保大清不保中華 所以是全國人很清楚 量中華之物力 劫與國之歡心 雍正還說 正與外國之君 主中國之士 乾隆還說 正乃 以敵之君 非中國之人 所以 他都在跟你們說 他不是中國人 你不要搞錯 你叫他說你們中國 純種的 這個女作家 又說得更清楚 他說 他說 他的老爸告訴你 我們不是中國人 不過 我們是中國人的主人 所以中國人 是在做羅勒 在這裡就看到 是怎麼叫做 牆國爐 牆國爐的原因 就是在這裡有 所以 他們從小孩就幫你們教 你剛出事 他就幫你 喔 你想當的 想牛的 其實 這都是一種 訓話的過程 怎麼訓話 牛 你要訓話 他才會讓你用 牛才會給你勒禪 給你拖牛車 要不要 你要訓話 訓服 他才會讓你騎 他才會讓你吃 對嗎 牛 你把它訓話 他才會讓你吃 你把牆 把它圍起來 放牧羊拳 鯪呢 一樣 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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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都要訓話 為什麼要訓話 呢 使我們訓話 蜂蜜都要吃 蜂蜜都要填 蜂蜜都要訓話 龙子龙孫在讀四维八德 龙子龙孫讀的妾就是要讀讀训民 牧民的妾 龙子龙孫独对不可能讀忠孝仁爱 信义和平 所以凤帝子在讀训什么牧民 如何把您董做罗礼 龙党人 福建人和客家人 他们以前都是白月族的 对不对 都在中国的南风 后来去给汉人和别国家 汉话 再来汉人叫满洲人陷入 陷入了 陷入了他不跟你说 变满话 他跟你说留辫子 有没有 怎样穿旗袍 讲什么话 讲满洲话 普通话 所以汉人就变很纯了 对不对 这就是满洲 怎么给你满洲 自己满洲 你不知道说 汉人已经满洲了 都已经变成满人了 但是你还以为你是龙的传人 这就是满洲 这就是真人 慕名的厉害 慕名的厉害 他们常来的满人 数典忘族 口口声声都说 你是汉家人 结果呢 你讲的是什么话 你穿的衣服是什么衣服 你做的事又是什么事 满嘴的服言又其余 就是鼠典忘族 你知道什么鼠典忘族吗 他们跟你说 唐诗三百首 主岁就叫你们要背 不过你们念普通话的时候 唐诗三百首怎么会押韵 三字经怎么会押韵 三字经唐诗三百首 Tobits三百首要用台activation 只 worth to mention такое押韵 要用河河河veda 用挖河为迫迫 仅仅用万洲化为押韵 对不对 所以唐诗三百首 不会唐用普通话 唐诗三百首 这节 busy 丁谷的很出名的 新闻跟报 美国的母牛 他有这个蜜儿 蜜儿可惜可好 这只牛已经八岁了 这只是美国的母牛 纯粹到九岁 吃九飼料 所以不认为他是牛 你叫他吃草 他没有 他说 我的飼料要放在盆子里面 不过 你吃到更多的飼料 你就胖不出声 你同样是牛 知道吗 他都给你咬 你出事的时候 你想刺的 想牛的 想牛后头连爪费用的鸡 就是要给你们什么 给你们习惯 给你们习惯 你出事就是熟狗的 出事就熟狗的 这是什么 这是情形 你跟情形同类 一岁就给你教你情形 所以你没感觉你是情形 我们是怎样就要做金色呢 我们是怎样做水瓶做巨蟹做 不是更好呢 做天上星星神不是很好吗 就要做想鱼 我是想鱼的 不好意思 我们叫鱼咬大一点 不能变成鱼 我们叫鱼咬到这个 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你们什么人是台湾人 你告诉我 对不对 我如果在台湾在打工 在加油 台湾是我台湾人的台湾 我如果在中游在打工 我也说中游是我中游人的中游 不过我没有半张中游的股票 也没有半张台湾的股票 我说台湾是我的 这不是很奇怪吗 对不对 所以有人说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我跟你说不对 这是没有意义的 衣服跟你穿说 鱼咬是台湾人 他不会变成台湾人 你要拿政策才会看 你的政策是你台湾人吗 对不对 这样才会变成台湾人 有人常常知道 鱼咬是台湾人 他为什么不变成台湾人 你舍鱼咬也同样 不变成台湾人 一定要拿相分钱才看 台湾人 你如果要跟猪粉 永远不会出息 没有出息 你跟猪粉绝对不会出息的 一定要跟我们说 台湾人才会爱台湾 对不对 乱说 美国人也很爱台湾人 对不对 日本人也很爱台湾人 不要说日本人 連中国人都很爱台湾 对吧 胡锦涛也很爱台湾人 习近平也很爱台湾人 所有的人都很爱台湾 这就好像说 所有的人都很爱夏威夷 对不对 所有的男生都很喜欢林志玲 同样意思 对吧 没有什么意义 美国人 日本人 人全世界都很爱台湾 所以那没什么意义 爱没有意义 你不要以为爱很有意义 爱没有意义 结婚了才有意义 你男朋友老是说爱你 那是口头上讲的 我女朋友老是说爱我 没有实际行动 没有咖啡 知道吗 爱嘴巴讲 我们是要叫他们吉那郎 你知道吗 其实吉那郎 不是我们自己叫的 你知道吗 吉那郎孙文 那时候他就知道了 孙文 他在社会 让日本人 赞助他的革命 他就说了 说 日本 你这高下 非常的人文 我们现在 遇到非常的机会 请你来赞助吉那 结名 所以孙文的时候 他就跟你称吉那 所以吉那不是在马朗 吉那 他们那时候 还以支那为隆 什么叫做支那 古早时代 佛教徒 称印度 叫做中国 称中国叫做支那 为什么叫做支那 因为吉那的所在 都要收费的 收费的 收费的所在 都叫做支那 因为 Cenamica 就是 费 有没有 演绎的Cenamica 就是费 陶瓷就是费 就是费 就是支那 支那 Cenamica 这个Cenamica 就是支那 支那 这些东西有外支那 内支那 南支那 还有密支那 还有 法属印度支那 这个法属印度支那 不是在印度 这就是法属印度支那 法属印度支那 包括三个国家 越南 和 都在 这三个和 都在 法属印度支那 那时候 俗法国主 因为那时候 以前 若当时代 越南时 还俗清国冠时 那时候 跟法国签天津条约 从越南的宗族权 交给法国 所以他们那时候 就属法国 叫做法属印度支那 这就是外支那 这内支那 南支那 法属印度支那 交扯支那 密支那 就是现在那个首府 那个 布丹那 这些 都会在那 烧火的所在 交扯支那 就是那些 交扯头 这些都会在那 这些都会在那 以前烧火 是很高兴的学文 以前 欧洲人 没有 为这些支那 的所在 静靠火 去欧洲 结果 静靠去后 他不是当中 摁板子在用 他们当中 藝術品 摆在拼堵的 这就是那时候 高兴的 火很高兴的 静靠去到欧洲 这就是法属印度支那 他们那时候 发生的硬币 这些人 也很容易被我们 被我们 被我们被我们 被我们 呼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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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买这个回去 马上就会有钱了 马上是多快 很快 跟骑马一样快 有没有 如果没有钱 你回来找我 我保 但是 直接要2万块 如果没有钱 他就跟你说 我绝对有钱给你 马上绝对有钱 对啊 再算马上面就有钱了 为什么没有呢 所以你找不到他要有钱 这 这 真是人偶偏的地方 就是这里 自在台青一通知里面 他们就知道 台湾不是中国 也不是中国 台湾自国 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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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武汉 所讲 逝日本 在清朝的时候 才让帝神公 添去 帝神公是什么人 帝神公不是中国人 帝神公是日本人 就是台青一通知里面 那张 有 vision 曾经 全帝神公 所以 中国 行 中国 大家都知道 台湾 行 干 服 mu 不 宿 不 不 这就是最高的新闻 在美国一堆公司 开了六十八万美金 大概有两千万美金代表人 建一栋梦幻屋 建好之后 这发现我们建白人的土地上 这实在有很累 问题就是什么 如果你的土地才有可能 开钱去这好的房子 对不对 所以刘邦政府来到台湾的时候 将来他没有跟你建设 也没有把你教你外交人材 把你教不了英文 教不了召文 教不了法文 我们的人材都应该不会说英文 对不对 就是这样 因为他不可能 不是在他的土地上 建这么好的房子 大操料大替厨就不错了 万一我如果不是我的土地 建这么好的房子 在替别人去的 你想这个土地的地主 有可能费钱 你把我建成家 建在我的土地 你还要让我钱才对 对不对 所以没有人这么傻 在别人的土地建成家 对不对 这点观念 稍微垫下就知道 所以中国人在台湾 特地不可能建设 他不可能给你打好的基礎 不可能给你背拥好的念材 就是原因出在这里 天神公的老婆是天子龙 对吧 天子龙 它是海灾全世界都知道 海灾全世界所有的国家 特地不可能成人 它是我们家的人 对不对 你如果成人你是我们家的人 我们才变海盗国家 所以全世界没有人成人 它是国家的人 所以天子龙是无国籍的人 对不对 有国籍的人 娶日本没有 生亡的儿子 在日本死 当然也是日本人 所以天神公是日本人 对不对 这没有什么意义 日本人 去中国 中国 去皇帝后 皇帝后说 你utta 台湾打来后 我输了 有些人 變成中国人 对 天神公不是中国人 天神公是日本人 他 还有一个小弟 他的小弟 在田川七走位门 他天神公的本名在田川福盅 这人在日本还有他的妙 有他的旗南冠 所以你不能就是说 电神宫是中国人 电神宫不是中国人 也不是中国人 所以不要去骗 今天人骗我们 已经骗得很习惯了 我们已经骗得很习惯了 我们现在已经不习惯 我们在骗 他在说什么都很相信 他在叫你说 我说超速 不可以超速80公里 你就很生气 80 你就塞到80 什么原因 是因为你怕一定发痕而已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了解 你出在地儿 在兴隆二三年的时候 我们避暴祖海 因为中国有一个命令 叫做四姓 四姓 我们这些秘墓祖 都改善姓和善明 所以那时候 六十几万 随马上 随改生的改名 怎么说 随改了之后 你就不用习惯了吗 如果没有习惯了吗 到一七八三年的时候 到一七八三年的时候 到一九十一万 问题就是怎么 问题就是 我们才会翻 改善改名之后 所以跟很多人同做先 很多人 很多人 我们的做先 怎么可以跟他翻 同做先 所以很反对 所以叫 清国政府 要毁掉 四姓的政策 所以那时候开始 已经 四姓 那么多 他们种族优越感 跟租人家又有 他们租的传人 那个习性是改不了的 在下官条约的时候 下官条约的时候 清国的荒庭 很不要脸 怎么不要脸 东半边这边 不是清国的土地 对不对 把全部台湾通通 叫做日本天皇 那就像说你买土地 你买这间房子 这间房子你买的时候 你顺着跟他说 旁边那道菜圆 那道也没有你 结果那道菜圆 虽然你在做 不是你的台 你顺着跟他买去 这样有不要脸吗 不是你的台 竟然可以跟他买 那些原住民 说这个我在做菜 是怎样你把我买去 他也不知道怎么买去 他也不知道怎么买去 等到日本人 来在逃的时候 嗯 你明明就买我 是怎样 又来到那裡做 才发生冲突 才有赛德克巴来 一定要说 我们台湾人 台湾人 男无情女无义 对不对 鸟不鱼花不香 我们台湾人 虽然无情无义 但是我们有爱 我们有爱 我们的爱还有心 没错 没错 真的人 真的人 有情有义 有关系 有关系 就没有关系 他们是讲关系 讲情讲义 他们不讲法律 所以啊 真的人 他们有爱 是没有心的 他们要爱 很简单 有体力 做朋友就好了 就可以爱了 所以啊 他们现在太太叫先生什么 爱人 叫太太也是爱人 因为没有爱 所以要讲大声一点 知道吗 他们现在要成为国家 是不是也比较简单了 他们现在不杀人 他们现在成为国家不杀人 他们只要有一个王就好了 城里面有一个王就可以当国家 那么简单吗 文化简单 对不对 现在他们的亲人 已经不见了 对不对 你们会不会写那个亲人的亲 他们已经没有见了 有没有 亲不见了 为什么 因为中国人他现在一胎化 一胎化的结果会造成怎样 无亲无情无悔无蜜 因为你没有兄弟姐妹了 没有兄弟姐妹 就无叔叔薄薄 阿姨 所以就无亲无情 对不对 一胎化的结果就是这样 所以亲会不见了 就是这个原因 我们对这个 和这个高见 就知道 那时候汉民 汉化的我们住民 都叫做欢 这些欢 这些欢 又是 很喜欢和喜欢 青的和适的 适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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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 签教育 那个所在 那个教育 就是叫那个所在的名 你在爱魂签的条约 叫做爱魂条约 你在罗马签的叫罗马条约 你在下官签的条约叫下官条约 这个要搞清楚 签的地方 都会变成纪念馆 这个封环楼在下官 在日本的本州 签完之后 日本人 他要穿杂 他要向中国人冠出去 那不 你要留在台湾 要变成日本人 两年里面 你将你的加算不费 搬出去 那不 你就要变成日本人 这就是 要有这个规定 在五月催北之前 如果没有带出台评 在台评有一定的祖祭 依下官条约 看作台湾的基民 就是日本的新民 好 第五条有基点 南远做的日本新民 和实际民的 对佛截丁条剔除 令社部登记 登记为外国人 所以他们的佛口 扮得很清楚 所以你不能就是说 你是汉林 我们是日本人 这间风环楼 已经变成日清讲和纪念馆了 好吗 中文最大的问题就是在这里 他没有字母 书写没有固定的形式 他可以从左边写 右边写 从上面写 从下面写 都可以 只要你喜欢 你怎么练都行 就是 问题就是 现在科技的时代 你如果从左边写 跟正边写 是完全一样 不一样 所以他们没有 我跟他们记这个知识 所以 鲁迅说 废中国字 才能救中国 中国人被困在方块字里面 他的问题就是很坏 憾力 你 你要去自己记住 你资隧痕 就在抄抄斜斜 照词照句 每一个字你都要练 练到大学你还在练 所以 古早时代 应该一九四九年的时候 八成的人 又是文盲 以前要讨厌 要很有钱的人 才会去 他们的问题出在里面 你知道吗 他们的问题出在里面 本身就有毒 他们本身的毒 吃五千年来 他们就感觉没毒 因为免疫了 眼镜蛇 你如果去咖喬过十次过 你就有免疫了 知道吗 就是这个原因 有毒 你用几千年来 你就没感觉毒了 怎么毒 你知道吗 跟女孩子的字 没有一个字 是好字 你真的看 200多年 唯一一个好志工 跟孩子在一起才会好 如果跟男孩子在一起就不好了 我跟你讲 跟男孩子在一起才会幸福 对不对 跟这个孩子在一起才会好 那不是很奇怪吗 尤其女人越多越惨 女人一多就变奸了 女人如果分头了才会结婚 女人如果成灵变贪婪了 有没有 如果跟这个天在一起变妖 女人如果仓变仓妓了 看多少可能 女的不管跟谁在一起都是惨的 这样有毒吗 这个毒你们吃得有惨事吗 很惨事 你也跟我说很好啊 讲起来也很好啊 尤其女人要越少越妙 这样的不要有女人就好了 没有女人还有人吗 就是嘛 是很奇怪的一个文化呢 那干脆通通懒人了 其实文字应该是要中性的 对吧 连话也应该是要中性的 不能说讲出来 这个话就是贬低人的 中国的女人是很坏名的 你们自己人家鸡随鸡 鸡狗随狗而已 你们不可以鸡人 真的有很可能 对吧 一定要鸡鸡和鸡狗 那男人是怎样 都是鸡鸡啦 酌鸡啦 建姬啦 建类啦 老婆啦 这些都是男人啦 看可能 那你们老公呢 一档里面这是你的老公 超过一档不是你的老公 那是丈夫啦 所以男人在中国 很无忌忑的 你们要做大户人家的女人 大门不出 二门不可以卖 你们就整个角落里面就好了 所以他们发明是什么 把你们绑小脚 小脚绑起来才会 有没有 古时候你要绑小脚 要三寸金莲 才会很漂亮 才嫁出去 这样你们就不要出门了 绑小脚绑起来就好了 绑小脚绑起来就好了 绑小脚跟小脚绑起来就好了 如果出门 你那个 出你要安全 安全要在房子里面才安全 你如果出了房子以后就不安全了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中国离就是这样嘛 你安就是要在房子里面才会安全 如果你结束这十一年 你们就要认为那笔钱一锃了 因为每一十一年里里面 每一年都乱超过百年 都要去打掌吗 如果我的名字是王毅 你要解释你是哪一個藝 這個藝 可能是非常不容易的藝 還是說很容易的藝 這個解释不清楚 我如果是這個西 王西 我要說東西南北的西 所以要解释起來很困難 這就是中國的文化 其他沒有超過一百里的更多 只超過一百里的就十幾里了 所以中國人 子南北的難聽 他們做什麼 五音不轉 中國人 子南北的五音不轉 因為四聲半名 音半音 清音 所以叫五音不轉 我們台灣話就不一樣 我們台灣話有八音 用這八的動物代替 你每一年都可以用這八音 要搭出來 我們的台灣話 西浩巴比九九像六 這八音 都帶到我們台灣話裡面 都帶進去 這八的動物 這就是我們台灣話的八音的原因 台灣話的八音很好聽 所以我們常常在說 阿香跟阿香去香港賣香很香 這就是我們台灣話好聽的地方 你如果用普通話怎麼說 普通話的阿香和阿香去香港買的香真香 他到底是哪一個香 他就搞不清楚了 這就是這個原因 這就是台灣話 我們台灣背音一隻 我們台灣話 背音的原因就是一隻 布農族喔 他們這條歌 這八部和音 他們這條小米風收歌 這條歌 日本這個學者 他誘去聯合國 他們的音樂學者 怕了一條 他說哪有可能 因為他們歐洲 他們是由單音 才演變到雙音 才演發展到和音 怎麼會我們的布農族 有辦法一次唱八部和音 所以後來有人嚇一跳 昨天不敢說 聲音是從單音變成雙音 再發展成和音的 從這一點打破 這八部和音 我們現在Google很方便 在Google上 如果打八部和音 就都可以聽 很壯觀的 這就是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 總共有二十八族 你知道嗎 他們把你教都教十四族而已 最大一族 他還沒有要教 不滿族 那一族他都沒有教 每一個人都不滿族 其實我們台灣以前有二十八族 不是 反正不是 因為我這裡查出來 我的資料是二十八族 二十八族裡面 由撒起來 開始有 泰魯格族 甘馬蘭 虎虎族 太亞族 馬賽 巴賽 古倫 賽德克 道卡斯 巴斯 巴斯海 邵族 巴布拉 馬布拉 雲龍 風雅族 周族 西拉雅 魯凱族 馬卡道 台湾族 阿美族 巴斯卡羅族 阿美族 這隆重二十八族 二十八族 現在幾六族 已經沒看到了 譬如說 斯卡羅族 已經翻進去 天安族 大武族 翻進去 亞美族 阿這 蛤蛤族 像幾百里 甘馬蘭 現在好像沒看到的人 幾十六族 都已經沒看到了 不過這些族 是我可以查起來 的資料 以前都會有 這就是我們古叉族的古叉軍 那時候日本來做 我們古叉軍的時候 我們是劍刑的 對不對 劍刑的時候都這樣用 這不是在日本 這是台灣的廟屋 有看到 台灣的廟屋 還有看到嗎 在廟墊 所以這個古叉軍 很清楚 很清楚 是在劍刑 所以他也會說 我把你當人看 當然 因為他是主 所以才會幫我們當人看 對不對 所以很簡單 這個古叉軍 這古叉軍的 是戰神 他們的配刀 都要跟我們古叉族 現在古叉族 都用一支刀 這支刀 很好用 他們的開山屁地 都用這支 我們台灣人用 美國人很清楚 怎麼清楚 因為我們從古早時代 藍甲之盟的時候 就打贏美國人 我們總共有六次打贏美國人 你知道嗎 你們可能都不清楚 你們這裡 Google一下 都可以查出來 第一項 藍甲之盟 藍甲之盟的時候 美國派181的海軍六戰隊 向台灣族宣戰 結果賤輸 賤輸之後 因為台灣族不是國家 所以不能簽條約 只好簽藍甲之盟 藍甲之盟上面規定 以後 你外國人如果擱淺了 要舉紅旗為號 接外國我們幫你抬 你如果擱白旗 我們會幫你抬 所以你們如果擱淺了以後 要舉紅旗 還規定 肯定 那個地方 要買我們一堆 給我們開 鵝卵比燈塔 你們查一個 Google一下 藍甲之盟 就是跟鵝卵比燈塔 查一下Google一下 都有資料 這個很簡單的 第二次派贏美國 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日本派神風特攻隊 去炸珍珠港 美國說你偷襲我珍珠港 日本說沒有我齊襲 因為我有派大使跟你宣戰 我們派神風特攻隊 把珍珠港撞到東都塞外 神風特攻隊就是我們台灣人 我們台灣高雄混亂的神風特攻隊 同一天 克拉克空軍基地 也是我們的神風特攻隊 去見面 麥克阿瑟將軍 看到這個飛機 把他的飛機打到東都塞外 打到這樣 說問他的步伐說 哇 這個飛機從哪裡來 他的步伐是地道的 冰采說 好像台灣高雄打的地方而已 所以這一定台灣的神風特攻隊來打的 所以這一定台灣的神風特攻隊來打的 這樣 你知道嗎 一百八十一的海軍力戰隊有嗎 去打排灣族 打排灣族之後打輸 打輸 打輸他們還有一百度紀念 打輸之後 他們在小朋友出事的時候 就為他們傳這支刀 這支就補刀了 所以我們台灣人以前就要練 要打刀 不像中國人 很多人沒有打保險 所以建書都會建書 那時候台灣族 他們那時候 古早時代 我們台灣水的 沒有問你 不過有一個太陽帝國 太陽帝國的國火有嗎 那個火還在 他們炸的羽毛是雙英的羽毛 穿的衣服 是雲爆 雲爆做的背心 喔 所以台灣族的人 頭目才有 頭目才有權利 幫我穿這衣服 這 這桌 會 他們 牠的刀有 上面有裝飾品嗎 你站在 這是不是出創 好 牠們這些刀有 上面這頭目 這是出創的時候 把台来人头的头们做装饰品 这个鹅兰比灯塔 鹅兰比灯塔是美国 拜托英国人设计 拜托英国人建的 所以建起来就像英国人建的 淡水红毛城就是这样形式 英国人建的就有英国风 不知青国人建的大家都像宴尾湖 这就是神风特攻队打珍珠港的时候 打到冬都塞外的 这程大教授说 神风特攻队不是在日本 是在高雄 所以这是台湾人对不对 这就是台湾的神风特攻队 他的名字是刘志宏 他日本名字是全川正宏 那时候珍珠港被 我们神风特攻队炸的时候 有情报卸出去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的日本的密码 去让这个人破解 破解后 他将这个 要偷袭珍珠港的情报 跟美国说 不过美国因为他想要战争 他想要跟日本战争 扯不借口 只好让你打 让你打之后 我才有那个借口跟他打日本 第四次就是韩战的时候 韩战的时候跟台湾人有关 韩战因为在战争的时候 毛泽东用人海战术 他说 投降共产党的这些国民党军队 多达百万 这些 如果造反没办法 刚好韩战爆发 派这些人去剪就好了 结果美国韩战也是去吃到鸡了 美国人说他不想再带人 带太多了 过去又回来了 就是人海战术 第五次呢 第五次就是夜战 我们知道什么夜战列路人 其实夜战跟我们台湾人哪有关系 其实不是没关系 不过 胡志明是我们台湾人 胡志明 他说的最出名的这句话就是 与其是中国人的大便 不如我们法国人的屁 这全世界都也同样 可以他说 除了日本打败过越南 除了日本跟越南打败过美军 其他其实就是都台湾人 日本那时候打美国就是我们台湾人 所以外南不太用 外南是怎么跟台湾人有关系 就是这个胡志明 这个胡志明是我们台湾人 这个是胡吉祥 胡吉祥他从哪里加立共産党 加立共産党后去参加参分 参加参分的时候回到外南做翻译官 他是受到那个美国 日本的知识会社 他请他去做翻译 做翻译之后去外南 他在这间台湾 托植知识会社工作 他是共产党 他要做共产党进行 将他家的资料都毁灭 他是内内 Billboard 这就是胡吉祥 胡吉祥最大的特征 这个是关系国 这是阮外国 那时候从国一起 Soukben 云岸政权 接接渊蔦政权 那叫云岸政权 却没人 shar 감 胡吉章跟他相似一樣 共產黨全拿他 搭他的花 一個搭下去後 胡吉章少年年十一歲 所以 更好 第六次我們打贏美國 就是由我們秘書長開始 我們秘書長在那兩千塊六年 去顧美國 還跟美國政府導航 這樣我們台灣人有用嗎 我們台灣人全世界最用的 打贏美國六拜 所以台灣人很用 美國人很清楚 很怕我們台灣人又爬起來 所以美國人 在把我們打就是這樣 很怕我們爬起來 所以叫我們看看 我們秘書長比較快就要拒絕 拒絕他這裡要登堂 不然美國暗算要替我們暗截百多年 最好是暗截兩百年 怎麼說 暗截什麼 暗截我們台灣是日本天皇的土地 那就是美國的 那就是美國的暗截 那就是我們台灣沒有美國人 就不是美國的暗截 那就是我們台灣沒有美國人 就不是美國的暗截 那就是我們台灣沒有美國人 美國如果要暗截你的地方 他們不用人家 你知道嗎 只要說 你從明天開始 你的暗截二百年 准 不准出這個地方 我就把你拒絕 我只要明天 就有辦法派兵進來這裡 我就有辦法拒絕 他目標給你看到 所以我們要知道美國 美國他跟我們說 我們台灣民政府 又是一條暗截 暗截 什麼是暗截你知道嗎 你去超市買的暗截 是瀑布的帶過小孩的 你能夠是說 每一條暗截都會瀑布的帶過小孩的 超市買的暗截是瀑布的帶過小孩的 要怎麼樣 要有打過 要有形的 對不對 我們就是那條暗截 美國跟我們說 我們好像一條暗截 他說 你若是瀑布的做暗截 之後 美主人就 你又不是暗截 你又是暗截 所以 你主人要做你暗截的本分 不能變做超市的暗截 知道嗎 超市的暗截是瀑布的超過小孩的 超市的暗截是瀑布的超過小孩的 美的暗截當中 他升任 台湾還有一個美國的軍事 第五點他被判過政策 他被判過政策 要主動協助 我們這些訴求 我們什麼訴求 我們要避佛國資 要成立自己的政府 要管理政治聯絡 還要在美國 要做人家 你應該做的工作 這就是 最高歡迎的破關 這五點破關之後 我們照臺灣民政府的成立 臺灣民政府的成立就是因為這五點破關 因為我們鼓勵美國 我們今天的時間 今天的功課就到這裡 謝謝